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斯塔克游世界 在湖北有一座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的城市 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郭靖和黄荣就在这座城市战斗过 这座城市就是湖北第三大城市 襄阳市 宜昌襄阳 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 GDP分裂湖北二三名 两个城市都一江傍水 非常有大城市击破 除了国家政策扶持 本身条件也优越 宜昌市三峡工程所在地 襄阳有七省通渠的美誉 那么到底谁才是湖北第二大城市呢 古老的城墙仍然完好 平山之郡 巨江之险 没有帝王之都的沉重 但借得一江春水 赢得十里风光 外揽山水之秀 内得人文之盛 自古就是商骨汇聚之地 这就是襄阳 襄阳既是群雄逐鹿的古战场 也是历史文人骚客 慧翠之地 孕育了楚国诗人宋玉 战国时期政治家吴子虚 唐代诗人杜沈妍 孟浩然张细 和宋代书画家米福等文人名士 留下了诗仙李白 诗圣杜福等历史贤达雅士的足迹 和传颂千古的诗章 和宋玉